109年卓西乡圣诞晚会 复礼乡联谊会 泛府千岁安座祈福绕境 以及玉璃镇的跨年晚会活动 三场重要活动 分别在年底 在南区的三个乡镇来举办 虽然适逢霸王寒流来袭 活动期间就算有低温和雨室 但是都动摇不了玉璃分局远景 执勤维护治安交通安全的决心 109年度卓西乡圣诞晚会 复礼乡议会泛府千岁安座祈福绕境 玉璃镇的跨年晚会 三场的重要活动分别在年底 在南区的三乡镇举行 年底虽然是否霸王寒流来袭 活动期间就算有低温以及雨室 但是动摇不了玉璃分局 执勤远景维护治安交通安全的决心 玉璃分局表示为了维护三场大型活动 周边交通顺畅以及会场的治安平稳 分局透过严密的勤务部署 动员百余民的警力执行安全维护 以及交通疏导 并特别在会场涉滩广为犯罪预防宣导 分局长表示年终一连三场的大型活动 为了让乡亲以及游客安心的参与盛会 以及行车顺畅 分局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在会场内安全的维护 并在重要路口实施交通疏导 都能够遵守相关安全以及交通的规定 并耐心的行驶跟配合远景的指挥 共同维护会场秩序以及交通宣传 记者高双双玉璃正采访报道